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有一篇預言消息在推特上廣傳 這是一位自稱來自2034年的穿越者 他列出了2024年底移入到2033年的國際局勢 以及台海大戰 中美台二、日本、中東爆發了什麼事件 當然啦,我們抱持著看看看故事的觀點就好了 如果前幾條都失言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把這篇預言歸類在中南海的提床師 這應該不限於中南海了 應該是創世神聽創世 好,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從第一條2024年底的預言開始 民主黨賀錦麗也就是哈里斯贏得了大選 普丁撤回格拉西莫夫將監獄的斯特列科夫釋放 並且任命為對烏克蘭作戰的總指揮官 同時宣布總動員向烏克蘭宣戰 欸?那這個時候大家不是說 不是早就已經是戰爭了嗎? 怎麼在2024年底才正式宣戰呢? 沒錯,俄國現在對外一直都宣稱是特別軍事行動 接著說到中東問題 以色列消滅了絕大部分的哈馬斯 但極少部分的哈馬斯逃自埃及、黎巴嫩、沙特、伊拉克等國 中國的經濟持續下滑 第二條 2025年初賀錦麗與習近平會面 中美關係稍微緩和了一些 烏克蘭基本收復赫爾松、馬里烏波爾的失地 但進攻克里比亞的攻勢 在俄國的新任指揮官的防守下全面失敗 隨身線來到2025年中 中國經濟持續糜爛 大量的中產反平 社會治安更加惡化 越來越多戰線中 隨而爆發了大量的遊行示威運動 但均未無果 9月份 普丁S在自己官僚集團以及親信的謀劃之下 格拉西莫夫、米蘇斯金、燒伊古等 米蘇斯金宣布放棄除了克里米亞以外占領烏克蘭的領土 並且將所有的戰爭罪責推給普丁 先前被普丁提拔為指揮官的特列科夫 拒絕效忠新政府 並且與烏克蘭的軍隊 包含他率領的前千四十萬俄軍 挑起了內戰 同年的11月份 斯特列科夫贏得了俄羅斯境內的內戰 宣布成立俄羅斯新帝國 自認為攝政王 國旗改為黑黃白三色旗 反對普丁的那些親信 全部流往海外 說到這個確實越來越來越魔幻了 甚至成立了帝國 我們接著說下去 2025年底 俄國境內的車臣 達達斯坦等國 爆發叛亂 最後 軍備鎮壓 我們再來看第三條 2026年的1月份 中國遼寧省紅顏河電站 爆發核蟹固事件 解放軍強制介入鎮壓消息曝光來源 造成大量軍民雷死 各大城市爆發大規模的悼念活動 但軍備鎮壓 同年 更爆發了幾乎小規模的解放軍起義 以及部分解放軍官兵變 但全部失敗 同年5月份 埃及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反政府遊行示威 塞西這個人 在鎮壓後 軍隊滑變 而他流往海外 而其他阿拉伯地區 也爆發了類似的反抗事件 更加劇了伊斯蘭信仰 2026年末 中國河北省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遊行 示威者高舉著毛澤東畫像 並高喊毛雨露 遊行很快蔓延到 河南、山東、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重慶等部分 除了重慶之外 大部分都是華北跟東北地區 看到這裡已經越來越黑神話的感覺了 雖然這只能等時間證明 但不可否認的是 世界的動亂確實是一年比一年高 尤其是在疫情之後 各地區都在累積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我們接著看下去 第四條 時間線來到關鍵點 2027年初 中共派出解放軍與武警 鎮壓了大半個中國的毛左運動 同時起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衣掛了 伊朗又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在中俄的支持下 伊朗革命衛隊S了當時的總統 接下來 也是我們台灣人最關心的 2027年8月份 習近平在得到俄國、伊朗、朝鮮的支援後 宣布對台灣發動武統作戰 此舉動讓中國受到 歐美、西方、拉丁美洲、東南亞、南亞國家 與部分的中東國家 甚至是一半的非洲國家 對中國全面的經濟封鎖與制裁 中國的經濟倒退回1990年的水準 而中國1990年的經濟水準是什麼樣子呢? 講到這裡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概念 中國1990年代的經濟狀況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現在的人均GDP 是我們台灣1994年到1996年的水準 那他們如果再倒退回1990年代 那是不是更不如我們台灣過去1994到1996年的水準呢? 接著說下去啦 經過了三個月的苦戰 時間來到2027年11月份 解放軍登入台灣 基本失敗 大部分都是在海上或是空中被擊毀 只有幾小隊成功上岸 但也是在岸上被解決掉 他們損失了包含三艘航母 6架洞55 3艘洞75 以及在內的大量軍艦 並損失了將近300餘架 包含殲20 殲15 殲16 大量戰機 台美日聯軍折夜共同損失了80多架 包含F-35在內的先進戰機 同時美國的一艘航母被多架解放軍的殲10S-4的攻擊 神風特攻隊的模式重創 而後要維修這個航母的費用太高了 美軍宣布拆解 而習近平也是在11月宣布放棄武統台灣 並派代表與美國還有台灣簽訂和平協議 中國承諾放棄無力統一台灣 而美國宣布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繼續維持現狀 可見這場戰役雖然中共戰敗了 但是美國也是受到了部分的影響 而不想擴大戰事 2027年末 因為習近平的武統失敗 加深了中國經濟低迷 一絕不振的局勢又被全球封鎖 犧牲掉非常多的中國人 開始越來越多人在質疑這場戰爭的意義在哪 進而中國爆發全面性的示威 同時大量的軍警滑變甚至反水 中共宣布全國戒嚴並且有宵禁 2027年12月26號的凌晨 台海戰爭的幸存者 南昌艦爆發了水軍起義 紛紛把中國工農紅軍的紅底白鑫 黑錘連旗身上見熟 這些官兵馬上就控制了中國多個港口 並向全國廣播 號召人民推翻腐朽的習近平政府 時間來到了2028年初 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安徽、湖南江西、福建、重慶、四川、廣西、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 軍爆發叛變起義 中國工農軍正式大規模的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爆發內戰 2028年3月份 習近平逃往北京 飛往澳大利亞 北京軍警開城投降大量的北京軍警與市民 被紅軍還有革命群眾押往農村進行強烈的勞動改造 中央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 執政黨由共產黨改為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 首任主席馬厚之、總理委楊和平 多地解放軍也宣布效忠新的政府 只剩下南京、武漢、雲南、西安等少數解放軍進行強烈的顽抗 2028年末 中央革命軍委會消滅了殘餘的解放軍勢力 於12月26號宣布成立中華社會主義共和國 同時美國看到這樣的情況 這場建立新政府、新國家並沒有讓中國走向民主 所以美國屆時宣布 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滅國了 新成立了這個新中共國我不承認 轉而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為中國大陸的唯一合法政府 俄羅斯帝國趁機佔領了珍寶島 並向中俄邊境大量舉兵 而新疆、西藏、雲南爆發了大規模的分離獨立主義運動 第六條 2029年新中共國為了獲得國際承認 新中共國的總理楊和平與台灣總統賴清德 看來是二連任的 以及美國屆時的總統華茲展開了三方談判 談判結果 美國承認中華社會主義共和國為中國大陸唯一合法的政府 同時中國與美國均承認台灣獨立 中華民國四字退出歷史舞台 永不得以中華民意大一統侵入台灣 雖然看起來很魔幻 但根據這條所謂的異營的預言 我終於可以在35歲那一年堂堂正正的當一個台灣人 而我們在國際上也不會再受到小粉紅的國旗打壓事件 終於有我們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活得過27年的台海戰役的話 不過根據實際情況來看 我是說實際情況 因為我們都知道習近平對台灣的侵略有一天會實現 也做過很多兵推 只要解放軍沒有成功大規模的登陸海岸成功 因為大概率都會是在海岸上空中被消滅的 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活下來的 那我們接著看第7條 時間來到2029年至2031年 新中共國與邊疆獨立分子 展開了激烈的邊疆戰爭 中國、俄羅斯以及阿拉伯 三方關係降至冰點 同時中國也並未與西方歐美國家改善關係 經濟並未恢復來往 但最終新中共國成功打垮了這些想要獨立的自治區 統一了新中國 同時新中共國大規模的推行計劃經濟 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股票沒有股市沒有任何的資本 並且頻繁文化大革命 時間一直來到2032年 42歲的年輕女性月欣 成為新中共國的國家領導人 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女領導人 同年新中共國爆發了饑荒 但因為封鎖訊息閉塞 無法得到實際情況 2033年到2034年 新中共國與新俄羅斯帝國還有阿拉伯帝國 三方關係持續惡化 而三方也是持續的反對西方 但是這三方都在歐亞大陸上把對方當作是彼此的敵人 而這個時候戰爭並未全面爆發 那接下來會不會爆發 他也說不準 因為他還沒有經歷 那我們說完預言 我知道聽起來很魔幻 我自己聽起來也是覺得很魔幻 如果根據這條預言來說 雖然台灣付出了不少的犧牲 取得了獨立 以及未來的和平穩定性 但是中國那邊 還是那個中國 更可怕的是那個中國 真的實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 像朝鮮那樣子 而他們對自己的人民 建立了新的國家 並沒有走向民主化 當然啦 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這篇當作是消遣娛樂來看喔 而我心中一直以來 看一些 穿越劇也好 或是看一些 關於時間預言的東西也好 我們假使預言這個東西 預言在說出來之後 人們會想要去改變這個預言 所以這個預言 還會不會按照原本的預言去實現呢 還是因為你說出來的這個預言 導致我們想要改變 而導致了這個預言的成功呢 因為我們的改變才促成了這個預言會變成成功 是因為我們的改變這個行為或是心態 導致了這個預言成真 或是我們無力改變大結局 我們能改變的可能是 一些小細節 可能只能改變個10% 20% 情節上可能會不同 但大方向還是會被 所謂的宇宙法則給修正拉回來主線任務 相信大家都有這種疑惑吧 例如啊 最知名的這個 悖論 我穿越回去S自己年輕時代的爺爺 那我還會不會出生 如果我會消失 那我又是怎麼回到過去 起心動念有這些思想 進而想要S我的爺爺呢 所以到底是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改變了這個世界 還是怎麼樣 如果回到過去 成功了S年輕時代的爺爺 而你並沒有消失 那這也很奇怪啊 是不是又生產了另外一個平行時空線呢 我相信啊 這目前都是人類智慧無法理解的事情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我是白小小姐的 掰